《民间故事的世界》 白狐深夜受伤 得到书生好心就起 白狐,你大难临头不自知 明朝年间 十九岁的书生徐震被附住行囊 独自一人赶往省府参加举人考试 他对本次考试胸有成竹 也充满了期待 希望这一次能够考中举人 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徐震原本出生于一个小镇 家里有个杂货铺 父母勤俭节约 因此家境还算不错 由于徐震聪会好学 父母对他充满了期待 省吃俭用送他去学堂念书 他十三岁时是参加童子式 得了童名 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名秀才 学堂的老师非常欣赏这个学生 夸赞徐震是个神童 说他将来前途无量 必定会有一番座位 因此徐震在他所在的小镇小有名气 成为大家激励自己孩子好好学习的榜样 更有很多有钱人开始登门拜访 希望早早地让自己的女儿和徐震定亲 因为徐震将来高中进士 自己的女儿就成了官夫人 不过徐震除了读书 对这些似乎并没有什么心思 而他的父母由于来提亲的人太多 一时挑花了眼 一晃三年过去 十六岁的徐震准备参加举人考试 然而就在那年徐震的父母 先后因病离世 徐震不仅保读诗书 同时也是个孝子 他为了给父母治病和后葬父母 家中已经没有了积蓄 徐震除了读书 没有别的可以谋生的手段 因此家境贫寒 只能靠着替人书写和麦字化卫生 同时也因为徐震守孝 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因此错过了那次考试的机会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放弃 依然继续苦读 等待三年之后的考试 徐震希望这一次能够博取功名 光要门楣 所以准备了六年的踏事在必得 从徐震的家到省府 有二百多里的行程 徐震独自前行 两天之后 徐震翻过一个山坡 远远地可以看到县城的城门 忽然听到女子急切地喊救命的声音 难道有人在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之下企图行凶 徐震顺住声音快步地走了过去 只见几个人围住两个女子 一个是小姐的打扮 一个是丫鬟的打扮 而丫鬟被抓住 无法反抗 一个无赖正在戏弄那个小姐 那小姐天生丽志 已经到了避无可避的境地 只能张口呼救 而无赖说道 你喊啊 任凭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在这荒郊野岭的地方 那里有人呢 助手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还有王法吗 徐震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怒道 无赖吃了一惊 可是转眼一看是个若书生 而且还是一个人 所以他顿时冷笑道 小子 别管闲事 否则有你好果子吃 徐震正义敢爆棚 并没有被吓走 他放下了身上的包袱 从地上捡了一根木棍冲了上去 无赖立即命令两个跟班冲了过来 徐震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即便徐震被打得多处受伤 但是他还是一边抵抗 一边呼救 同时让小姐和丫鬟赶紧逃走 可是并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 好在有几个结伴去县城做生意的人路过 无赖带助人落荒而逃 小姐和丫鬟赶紧过来 感谢相助之恩 小姐见徐震勇敢正义 而且一表人才 还是各书生 禁不住红鸾心动 他红着脸说道 公子 多谢你的鼎力相助 敢为你尊姓大名 我也好有机会报答你的恩情 我看你伤得不轻 还是赶紧跟我进城去医馆医治吧 小姐一边说 一边拿出手帕 要帮徐震包扎伤口 徐震第一次和女子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不禁心跳加速 赶紧闪开说默示 可是徐震发现自己的腿不好时 应该是前面被打伤了 小姐见状立即说道 公子 你就别逞能了 让我帮你简单处理下伤口吧 等下去城里再看大夫 徐震这才没有动 让小姐帮他简单地包扎了伤口 小姐又说道 公子 男女有别 我不方便扶住你 辛苦你用木棍荡拐杖 坚持走路 对了 小翠 赶紧将公子的行李拿住 我们赶紧进城 于是徐震跟着主仆二人往县城走去 路上聊了起来 才得知 小姐叫阿珠 今天带住丫鬟 小翠到城外的寺庙上相许愿 不成想遇到了一帮无赖 到了县城之后 阿珠和丫鬟直接带住徐震去了医馆 医生检查过之后 说徐震伤得不轻 尤其是腿 需要休息几天才能赶路 于是阿珠又给徐震安排了客栈 一切费用都有阿珠来出 徐震只能在客栈一边看书 一边养伤 好在他出发得早 不会影响去省府参加举人考试的行程 不过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他虽然和阿珠是短暂的相处 但是阿珠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 也许这就是缘分 再说阿珠 出自大户人家 貌美聪慧 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 平时做女工之余 还喜欢读书识字 他的父母常在别人面前夸赞说 要是女子可以参加科考 说不定他能高中状元 虽然来阿珠家里提亲的人很多 可是阿珠的父母却十分操心 因为不知道给他选一个什么样的夫婿 所以阿珠的婚事被耽搁了 他到了18岁 还未定下亲事 而阿珠回家之后 没敢告诉家人遇到了无赖的事情 不过他的心中始终便记住徐震 有些魂不守舍 而阿珠平时和他的大嫂关系密切 情同姐妹 大嫂猜出了阿珠的心思 于是他来到阿珠的房间 悄悄地对她说 阿珠 今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遇到了喜欢的人 不妨跟嫂嫂直说 如果对方合适的话 我可以让你大哥出面撮合此事呢 阿珠的脸疼的一下红了起来 连忙说没有 可是他越是这样 大嫂越是坚定自己的看法 继续追问阿珠 阿珠两颊泛起了红韵 他逼住头江路上遇到的事情 和大嫂说了一遍 并让大嫂一定要注意保密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母 不会同意自己嫁给一个穷书生 大嫂听了之后 皱了皱眉说道 照你这么说 这个徐公子果然人品俱佳 可是爹娘的性格你清楚 他们一心想让你嫁给非富即贵的人 对你对这个家都有好处 不过你要是真的看上了他 我可以让你大哥去献一献徐公子 探探他的口风 他虽然倾贫 但是我们拿些钱给徐公子 让他去买了聘礼来提亲 只不过你要想清楚 徐公子家境贫寒 你能不能吃这个苦 阿珠叹了一口气说道 大嫂 实不相瞒 我已经想好了 要是我命好 肯努力奋斗 贫穷也能变富有 若是命不好 又不肯努力 即使富有也会变贫穷 大嫂 你明白我的心意吗 大嫂笑了笑说道 我怎么能不明白 你这么想 问题就好办了 等你大哥做完事回来 吃过晚饭 我一定告诉他 你大哥那么疼你 一定会替你想办法的 你就放心吧 阿珠听大嫂说完之后 内心十分愉悦 希望自己能够如愿以偿 这也是他今天和丫鬟 去寺庙进乡许下的愿望 希望能够嫁一个如意郎君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然而到了一家人吃完饭的时候 阿珠的父亲忽然说道 今天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有关于阿珠的婚事 下午我去献了一个朋友 他极力地跟我推荐一位公子 他名叫周仁 就住在县城 他出生官宦之家 家财丰厚 而且他温文尔雅 以表堂堂 我当时就答应了这件事情 明天他们就会登门提亲 你们要好好准备准备 而且婚期就定在积天后 因为周仁的父亲 要去省府未官 举家都要搬走 所以想让周仁成了亲后 一起去省府定居 阿珠嫁给周仁之后 会对我们家的生意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件事马虎不得 阿珠和他的大嫂听罢 都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无法改变 吃过晚饭之后 阿珠没精打采地回到了房间 大嫂也随即跟了进去 大嫂说道 阿珠 不是大嫂不帮你 爹的性格你清楚 他好不容易下定了决心 答应了别人 我们是没办法扭转这个局面的 既然周仁也很好 而且和我们家门当户对 细说起来 算是我们高攀了周家 好在你和徐震认识的时间很短 还是把他忘了吧 看来婚姻大事 都是上天的安排啊 阿珠知道 没办法说服自己的父母 也没办法跟父母解释自己 和徐震是如何认识的 如果让别人知道自己 被无赖戏弄过 有损自己的亲欲 所以阿珠只能感慨命运地捉弄 感慨自己和徐震有缘无分 原本阿珠每天都会悄悄地 去看望徐震 因为他定了亲 所以一直没去看望徐震 直到成亲那天 才安排丫鬟小翠去告诉了徐震 感谢徐震的帮助 希望他多保重 徐震的伤势基本痊愈 原本想等住见阿珠一面 再去省府参加科考 当他得知这些情况后 十分失望也十分难过 到了晚上 他强迫自己看了会书后 就开始收拾了行李 准备天一亮就赶往省府 然而正在此时 客栈的房门被打开 几个牙翼跑了进来 二话没说将徐震给摁住 并且套上了枷锁 徐震惊呼道 我乃去省府参加科考的秀才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们为时魔要抓我 有没有做过 见到支县老爷 你和他去说 今晚出了人命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你还是乖乖地跟我们去县衙走一趟吧 其中一个牙翼说道 可是你们总要让我知道 你们是因为什么抓我吧 徐震虽然无法反抗 但是他还是大声喊道 牙翼立即说道 阿朱小杰你认识吧 他今天嫁人 可是他的丈夫被杀了 他说是你杀的 徐震大吃一惊 他因为一直在等阿朱过来 所以他一整天都没有离开过客栈 怎么可能去害人 那摩阿朱为时摩一口咬定是自己做的呢 原来在阿朱和周仁城亲当晚 周仁在外面敬酒陪客人 他独自一个人在房间坐住 忽然有一个蒙面的人跑了进来 而且直接吹灭了蜡烛 来人自称是徐震 徐震说他混在参加喜宴的客人当中 然后趁机蒙上面来到阿朱的房间 还说要带阿朱远走高飞 阿朱虽然喜欢徐震 可是他知道自己已经嫁人 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 同时他也担心如果被人撞到 不仅自己明洁尽毁 徐震也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因此阿朱坚决不愿意和徐震一起走 二人争执之际 周仁醉醺醺的来到房间 徐震现事情败露 他立即拿出藏在身上的利刃 刺中了周仁的要害 然后仓皇逃窜 周仁因此丧命 人命关天 阿朱不敢隐瞒 只好说出了自己知道的情况 也说出了自己是如何认识徐震的 可是徐震说道 大人 冤枉啊 我乃一介书生 手无腹肌之力 那里来的勇气持刀行凶 还有能力逃走 更何况阿朱姑娘看到的是蒙面人 怎献的就是我 可是支县大人哪管这些 他因为怕得罪在省府未关的周仁的父亲 平级阿朱的说辞 再加上牙役去捉拿徐震时 他正在收拾行李 说明徐震要逃走 一口咬定徐震是凶手 徐震不承认 他就用大刑伺候 不仅如此 支县大人也要对阿朱动刑 徐震忍受不住 他也不向阿朱受苦 所以被驱打成招 将所有的事情揽在自己的身上 结果被押入大牢 被判秋后处斩 躺在阴暗牢房的徐震 不仅要忍受皮肉之苦 还要忍受自己的冤屈 他想住自己的父母已经去世 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忍不住嚎啕大哭 徐震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听别人的话 坚持要去省府参加科考 那么那个提醒他不要去参加考试的人是谁呢 原来前些日子 徐震在途中独自行走之时 忽然迎面走来一位白衣女子 女子名谋好耻 美丽动人 看住像大户人家的小姐 可是身边并没有丫鬟陪伴 因为路不宽 徐震赶紧停了下来 靠着路边站住 想让女子先过去 可是女子走过来 以后停了下来 一直看住徐震 让徐震觉得有些难为情 所以赶紧低下了头 然而女子走到徐震的跟前后 忽然行礼道 徐震公子 你这是要去省府参加举人考试吗 你听我的 今年千万别去参加考试 否则你可能有性命之忧 徐震大吃一惊 首先他觉得自己并不认识这位女子 可是对方却对自己直呼其名 其次女子说他不能去参加考试 如果错过起不是又要等三年 性命之忧更是无稽之谈 所以徐震说道 姑娘 我虽然是叫徐震 确实是去参加考试的 可是我并不认识你 天下之大 同名同姓的人很多 只怕你认错人了吧 女子微笑住说 徐公子 你这模块就忘记我了 不过我也不怪你 因为你认识我的时候 我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今天我是来报恩的 特地来提醒你 不能参加今年的考试 徐震更糊涂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救过什么女子 何来救命之恩 所以他还是坚持认为对方弄错了 女子又说道 你可记得曾经救过一只白虎 那就是我呢 原来半年前的一个晚上 尽管外面雷电交加 狂风暴雨 可是一直坚定的徐震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他关好了门窗 点住油灯继续在书房苦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屋外恢复了平静 徐震觉得有些困乏 他伸了个懒腰 收拾好书桌之后 准备去房间睡觉 忽然他听到房间里好像有动静 难道是老鼠 徐震举油灯 捏手捏脚地走了过去 希望能够除掉老鼠 因为老鼠不仅啃坏了他好基建衣服 还有啃坏他读的书本 可是等他进了房间 顿时吓得一跳 因为床上躺住一只白狐 而从白狐身上泛住的红色来看 显然白狐受了伤 而且伤得还不轻 从白狐均匀的呼吸中 能够感受到白狐可能晕了过去或者已经睡熟 善良的徐震觉得万物有灵 他没有想过去赶白狐 更没有想过要捉住白狐去换钱虎口 而是帮助白狐处理伤口 然后轻轻地给白狐盖上了被子 被惊醒的白狐 用感激的眼神一直看住徐震 徐震摆了白手说道 我家里很久没有来过客人了 你不用这膜看住我 你好好歇住吧 我晚上随便将就一宿 说完 徐震去了书房 扶岸江就住睡了一宿 接下来几天 徐震精心地照顾白狐 给他做了个窝 白狐经常躺在徐震的旁边 陪伴他读书 而徐震经常对白狐说说心里话 白狐商誉之后 徐震都有点舍不得送白狐走 不过徐震心里清楚 白狐应该去他该去的地方 还是带住白狐到了山上将他放生 为时磨白狐可以幻化成漂亮的女子 难道他想以身相许 可是人胡殊途 正当徐震回想住这些往事的时候 女子说道 恩公 想起来了吧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知道你很重视这次考试 可是你此行凶多极少 我特地来提醒你的 你赶紧回去 徐震说道 姑娘 不必客气 我不想蹉跎岁月 只是参加考试而已 能有什么危险呢 大不了我小心点便是 谢谢你的提醒 徐震说完 继续赶路 女子献徐震执意要去 也没有阻拦 而是叹了一口气 忽然化成一阵清烟 消失在路旁的树林中 徐震虽然对这一幕感到惊讶 可他还是坚持要去省府 随后遇到了阿珠 以为遇到了美好的姻缘 却深陷牢狱之灾 还要被秋后问斩 岂能不悲痛 不知不觉到了后半夜 徐震仍然无法入眠 忽然一个白衣女子 飘然而至 借助牢房昏暗的灯光 徐震发现来的是 路上遇到的那位姑娘 徐震立即说道 姑娘 你是怎么进来的 难道你真的是胡仙吗 哎 我真的很后悔没有听你的话 非要去省府参加考试 结果遭受不白之冤 姑娘说道 这也许就是你的劫难吧 就像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那是我渡劫 我四处躲藏 忽然看到你屋里点灼灯 赶紧跑了进去 才逃过一劫 因为身上多处受伤 就像你现在身上多处受伤一样 我刚坐在你的床上 就现出了原形 然后晕了过去 幸亏你救了我 还让你晚上没地方睡 和你相处那几日 虽然我不能幻化人形 但是那几天 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 而且对未来有远大报复的人 等我完全恢复之后 我算出你有一场劫难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知道你不能离开家出远门 所以我在途中提醒你别去考试 可是这是你的梦想 你执意要去省府 我也不想阻拦你 徐震立即说道 胡仙 你要相信我 我是冤枉的 我真的没有害过人 我之所以承认 一来是我收了严刑拷打 二来我不想阿珠姑娘 跟着我一起受苦 你既然是胡仙 自然洞察一切 希望你能够救我出去啊 我还有心愿未完成 我爹娘在天之灵 知道我这样 肯定也会替我难过的 姑娘说道 你别难过 我既然来了 自然是要想办法救你的 而且我已经查出真正的凶手是谁 我先替你治好身体上的伤 你耐心在这里等住 等我指引牙医抓到凶手 你就可以平安出狱了 说完 姑娘拿出一颗药丸地给了徐震 徐震吃下之后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身上的疼痛和伤口全部恢复 徐震赶紧行礼感谢姑娘的帮助 而她又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 阿珠来看望徐震 她虽然跟支县大人说出了自己遇到的情况 不过她不相信徐震杀了人 她以为说出来之后 徐震作为读书人 应该有办法为自己辩解 莫承想 支县大人糊里糊涂地判了案子 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徐震 而且因为这件事情 她也被赶回了娘家 婚事就此作罢 徐震陷到阿珠之后 她并不怨恨阿珠 她猜想阿珠所说的是真的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 她并不清楚 阿珠说道 徐公子 是我害了你 我相信你没有害人 可是你为石魔 要承认呢 徐震叹了一口气说道 也许是我的身子骨太弱了吧 禁不住严刑拷打 还有你本来就失去了丈夫 又要被严刑拷打 我怎么忍心呢 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 不过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这几日 我一直在客栈等住 希望能谢你一面 然后去省府参加考试 可是你一直没有出现 我更加不敢离开客栈 以免你来的时候我不在 直到你成亲的那天下午 我才从小翠的口中得知 你要嫁人了 只怪造化弄人 你我有缘无分 但我绝对做不出跑到你的房间 带住你私奔的事情 阿珠寒泪说道 都是我连累你了 若不是我遇到了无赖 也不会和你相遇到相识 你放心 我已经求了我大哥和大嫂 他们会想办法帮你的 二人正说住话 忽然老头跑过来说道 别说了 只献大人要升堂 说是你们的案子 有了新的变化 真正的凶手被抓到了 你们也要去做个证 徐震和阿珠听罢 欣喜若狂 徐震知道是胡先帮了自己 而阿珠以为是他的大哥和大嫂 在从中斡旋 不管怎么样 事情有了转机 这是天大的好事 到了大堂之上 只见地上跪住一个人 身上上了枷锁 徐震和阿珠一看 立即认了出来 那人便是在途中戏弄阿珠的无赖 阿珠本想离开 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被戏弄的事情 但是为了帮助徐震脱罪 他没有离开 原来那天 无赖因为徐震的出现 坏了他的好事 因此怀恨在心 得知徐震住在繁华街道的客栈 他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报复 不过他很快发现阿珠 经常来看徐震 他猜出徐震和阿珠两个人有意 他更加气愤 因为自己的行为 反而撮合了徐震和阿珠 不过后来他得知阿珠要嫁给周仁之后 便心生毒计 他原本就和周家沾一点亲戚 便买了礼物钱去道贺 等周仁和阿珠拜堂之后 阿珠被送入婚房 周仁在外面继续招呼客人 无赖借口去茅房 到了后院 从身上拿出准备好的面巾 蒙上面跑进婚房 假冒徐震 说自己要带阿珠远走高飞 实际上是想图谋不轨 再嫁祸给徐震 莫诚想 阿珠想住自己已经嫁了人 怎么能和徐震私奔 所以他执意不肯走 和无赖发生了争执 偏巧周仁在前院应酬完了 要来入洞房 结果死于非命 无赖剑闹出人命 逃到了外地 可是胡仙有的是办法 很快找到了无赖的踪迹 施法将他拿货 送到了知县大人的家里 无赖什么都招了 知县大人因为怕得罪周仁的父亲 所以驻急忙慌地给徐震定了罪 好平息周家人的怒火 可是眼前证据确凿 而且无赖主动交代了罪行 他不得不秉公办理 无赖被判入狱 秋后问斩 徐震被无罪释放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知县大人提议让徐震娶了阿珠 而阿珠曾经嫁过人 如今被赶回家 他的父母也不好说什么 再加上经历了这件事情 阿珠的父母觉得 徐震是个心地善良 勇敢正义的人 也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因此他们同意了 徐震和阿珠的婚事 不仅如此 由于考期临近 阿珠的父亲赶紧用家里的马车 排了几个仆人 快马扬鞭带助徐震赶往省府 徐震如期参加了考试 而且中了举人 随后阿珠的父母为徐震和阿珠 举办了风风光光的婚礼 徐震则留在县城继续苦读 今年后 徐震金榜提名 为官义方 造福百姓 徐震和阿珠夫妻恩爱 生儿育女 孝敬长辈 善待凶嫂 行善积德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至于白狐在徐震婚礼的那天 送来了祝福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邀请大家继续看一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孝子走上歪路 无意撞见男女奸情 他悄悄将手伸进怀里 早些年间 武阳县有个男子叫苏衍 其母和士生他时已惊年于四旬 在他出生后不久 其父又忽然染病亡故 是母亲和是独自一人含辛辱苦 将他拉扯长大 长城后的苏衍非常孝顺 不忍年于六旬的母亲操劳 想住找个差事 挣些银子奉养他老人家 谁知因为他的相貌 从十几岁开始就各处去问询 竟没有一家愿意请他 那这苏衍到底生得怎样 为何别人要对他避而远之 其实吧 他的长相 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 那就是贼眉鼠眼 苏衍个子不高 晶晶瘦瘦的 只是天生一个小脑袋 再加上一双小眼睛 尖尖的下巴 短短的眉毛 要不是他能站住行走 简直就跟个大老鼠似的 虽然长相科尘 但他的心地却并不坏 但人家第一眼就被他的相貌 吓住了 谁还管你心肝脾肺是如何 故此 苏衍到了二十岁 却一直找不到诗作 自家又没有田地种 眼看母亲已经满头白发 却还要织不养活自己 苏衍心如刀角 却又无能为力 极致后来 其母因操劳过度 眼睛激进全盲 看什么都模模糊糊 再没法干活儿 母子俩只得坐吃山空 过得鸡天 家里的米缸就陷了底 苏衍不仁母挨饿 心里暗暗做了个决定 于是便跪在何事跟前道 母亲辛苦养大孩 早该享清福 怎奈孩面貌丑陋 天下之大 竟无一人怨请我 如今山穷水尽 孩儿也顾不得许多 少不得要坐歇下留够当了 只是行事之前 特来禀报母亲 何事听后 正待要劝阻 却又听苏眼道 孩儿再不济 却也是男子汉大丈夫 若不能奉养老母 即便死也不甘 这话一出 倒是叫何事好不酸楚 他知道儿子本性善良 不是坐监犯科之辈 如今欲走这一步 却是为一个孝字 劝阻的话再说不出来 当下只是长叹一声叮嘱道 我儿万事小心 要说这苏眼 打小身手敏捷 自学了一身高超武艺 飞檐走壁自然不在话下 如今为了养活老母 便打定主意 要仰仗这身本事 坐个翻墙跃脊 高来高去的飞贼 混口饭吃 不过动手之前 他又寻思道 我坐此等下流逝 不过是为了奉养母亲 若是把别人辛苦挣来的钱财 席卷一空 叫他一家老小活不下去 如此岂不是伤天害理 想到这里 他便给自己定下规矩 欲才无论多寡 只取时之其一 绝不多拿 如此一来 于己 可以养活老母 于他 不伤其筋骨 自此以后 他果真照规举办事 虽然做了机器案子 但苦主念 他还有些良心 倒也不追究 再加上他手段高明 来无影去无踪 久而久之 倒是博德哥 云中燕 的称号 近来在家些了机日 眼见又要揭不开锅 想起先前在市集 偶然听人说过 街上有个马快手 衙门中专管击补的差役 家境很是富裕 于是便去附近采好点 打算到晚上就动手 正是半晚 回家途中 遇住一个叫张铁口的算命先生 二人眼神刚一对上 那张铁口就一把将他扭住道 你好大的胆子 也不想想自己做的什么勾搭 竟敢大白天地出来闲走 大探人家的门户 且拉你到县衙走一趟 苏衍大惊 只得任由他拖住 来到一个僻静处 那张铁口却松开手笑道 无须惊慌 老夫与你说笑而已 说完大笑不止 苏衍松了口气 也跟着大笑起来 随后便邀张铁口到茶馆坐下 请他看看自己后半生的运程 张铁口认真端详了一会儿 叹口气道 苦也 苦也 足下为人致孝 且又生就一副侠义心肠 只可惜吃亏在这双鼠眼 恕我直言 足下日后必主饿死 依老夫于见 足下荡素素悬崖勒马 切不可再做良上君子 苏衍唯唯诺诺点头应成 心里却暗想 除此之外 别无生计 若是命中注定活该饿死 那是如何也免不得的 况且 若是不做偷儿 眼下就要饿死了 自己一条 贱命倒也罢了 只可惜母亲为了养我 含心如苦一辈子 未曾想得一天轻浮 如今即便听住这条性命不要 也绝不能让他老人家挨饿 只要等到母亲百年归天 死后随他饿死 病死都无妨 当下又和张铁口闲谈了机具 方才起身算了查钱 拱手与他告别 到家后 为孔母亲担心 在他面前只字不提算命的事 到了晚上 随手揣了把匕首防身 趁着夜色来到马家 一纵身跳到院子里 潜到礼屋正要翻找财物 却听到门外突然有人来 只得一矮身躲在了床底 刚引住身形 一个标志妇人便推门而入 来到床边坐住 却迟迟不躺下睡觉 像是在等什么人 苏衍在床下等得好不心骄 忽听得两声轻微的叩门声 那妇人疼得站了起来 连忙走过去将门打开 一个男子闪身进了屋 想来这就是那马快手了 苏衍暗存 却又见二人形色慌张 搂搂抱抱倒在床上 接着那床就滋滋呀呀 动弹起来 苏衍躲在床下 大气都不敢出 等到云霄雨散 就听那妇人娇滴滴地说道 奴家向来与你商议的事 我这边已经收拾亭的 你断不可再迟疑了 那男人道 放心吧 小美人 我已经安排了船 只等你丈夫回来就结果了他 之后便同你扬帆远去 做长久的夫妻 保证让你永世快乐 男人说完便吟笑起来 妇人也跟住笑 接着便开始打情骂俏 听得床底下的苏衍好不肉麻 忍不住暗骂道 原来是队野鸳鸯 我呸 过得片刻 二人突然安静下来 男子一转身躲在了暗处 与此同时 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 妇人起身去开门 一个精壮大汗满身酒气 跌跌撞撞走到床边 倒头就睡 请客见已经憨声大作 妇人见他睡死 朝着暗处招了招手 那男子便捏手捏脚走了出来 苏衍暗道声 不好 他们这是要行凶 手便悄悄伸进怀里 将匕首握在了手里 果然不过片刻 那床就剧烈抖动起来 苏衍忙探头一看 只见那妇人骑在罪汉身上 死死将其压住 那男子则用绳子勒住罪汉的脖梗 眼看就要置其于死地 情况危急 苏衍连忙从床底钻了出来 拔出匕首就给了那男子一刀 那妇人线突然冒出一个人来 吓得双眼翻白 顿时晕死了过去 脖梗上的绳索一松 那罪汉也行转过来 小的是苏衍救了他 他下床跪拜道 我被狗男女谋害 承蒙壮士出手相救 活命之恩 没齿难忘 敢问恩人尊姓大名 住在何处 想来你就马快守了马大爷了 苏衍忙将他扶起道 实不相瞒 小弟本名苏衍 绰号云中雁 今日潜入贵府 却是要做些不明白生意 因不耻这二人所谓 故此显露行迹 拔刀相助 实在惭愧 事到如今 苏衍也不再藏住掖住 虽将自己前来 所谓和事 如何无意撞住 奸情 又如何出手相救 等一一告之 莫了才拱手道 在下做这个生意 不便见官 若能替在下遮掩一二 便是马大爷后勤了 马快守听后 哈哈一笑 遂取出几两银子送他到 既然如此 恩人也不便在此久留 歇许伯理 了表心意 大恩大德 容待他日在图报答 推辞不过 苏衍只得收了 郑玉告辞 又听到床上 那妇人呻吟了一声 眼看就要醒来 说时迟那时快 那马快守突然从墙上 取下妖刀 奔到床边一挥 眨眼间便送他到地府 与那男子做鬼夫鬼妻了 苏衍阻止不及 只得暗暗叹气 不过他也明白 倒也不是马快守心狠手辣 要知道司通本是重罪 更何况还要谋害亲夫性命 由此结局也是他就由自取罢了 当下二人告别 马快守等到苏衍纵身上墙 消失在了夜色中后 方才扯住嗓子大吼起来 四邻被惊动 据来查看 马快守一拱手道 劳烦各位相亲做个见证 这对狗男女通奸在前 今日又趁我酒醉 要害我性命 万幸马某警醒得早 方才幸免于难 众人道如此说来 是捉奸杀死了 无妨 我等陪你去见官 给你作证就是了 不提马快守自去出手见官 却说苏衍回到家里 何时见到他衣袖沾有血迹 便追问起来 见隐瞒不过 苏衍只得讲了在马家发生的事情 何时听后 连说了几声阿弥陀佛后 才埋怨道 你虽就得一人 却又害了两条性命 快将匕首给我 以后不许带出去 以免你又要行凶伤人 苏衍极是孝顺 自然一一听从 过得几日 马快守亲自登门拜谢 又送上礼物 自此往来不断 二人道成了至交好友 之后又过得粤鱼 苏衍听闻城外金竹寺的和尚吉父 就打算去走一趟 荡夜三更 苏衍潜入寺中 不料却撞见几个河 上同一伙强盗坐地分赃 于是便躲在暗处偷窥 看他分多分少 极致后来分到一个皮匣 当中有个强盗孝道 那官儿的公文也在这里 如今他那乌纱帽 只怕是保不住了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却又有一个和尚将那指公文 匹首夺过渠道 管他娘的保得住保不住 且先拿给佛爷包银子 才是正经事 过得片刻 强盗分好银子各自散去 和尚们也陆续回屋睡下 苏衍又等了半个时辰 确认众突驴已经睡熟 方才从暗中走了出来 逐渐搜罗过去 将他们刚分的银子 尽数席卷而去 回到家里 母亲已经睡醒 苏衍打开包裹 只见黄白累累 又开一包 却是那包用公文包的 展开一看 尚有亲差遇史皇某某等字样 苏衍不敢再看 转头对母亲道 这关儿丢些银子倒不打紧 只是没了这东西 恐怕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此时不知急成什么样子了呢 何事道 此物我们留住无用 何不送还给他 就当做件好事 也可舍消你少许罪过 苏衍道 母亲言之有理 只是孩儿做的事不好见光 万一惹祸上身 只怕牵连不小 况且孩儿也不知这关儿 如今身在何处 叫我去哪里寻他 何事听了 觉得儿子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只得抛下此事 暂且不提 过的两天 苏衍有事出城 忽然远远看见马快手 在一艘官船上与人说话 于是便立在原地等候 许久马快手才下船 苏衍叫住他道 马大爷在此有何功干 马快手见是苏衍 咒眉诉苦道 苏兄弟有所不知 在夏连日为钦差黄玉使 在乌尼港被劫一案奔走 吃饭睡觉都没有空闲 县里又每日催逼 甚是紧急 苏衍道 那艘官船 就是黄玉使的吗 马快手道 正是 对了 苏兄弟本是高强 不妨也将此时放在心上 到各处时 趁便房房 若寻得线索 也可领包上 银买杯酒吃 苏衍只得含糊 答应 马快手有差事在身 当下便拱手告别 回家的路上 苏衍暗自愁愁道 我若将那公文送去 又恐惹祸上身 若不送去 他们即便拿到强盗 也是枉然 心中左思右想 道弄得进退两难 不知该如何是好 到家早早睡下 躺在床上又想了一夜 依旧伪绝不下 此日早起 忽然叹口气道 罢了 若不将此物送回 只怕他皇室 一家老小性命难保 叫我于心何忍 况且 我一片好心送去 难道他还要难为我不成 即便那当官的没有良心 也自有天理 当下打定主意 便跪在母亲跟前细说 何事听后 频频点头赞许 见母亲手啃 苏衍便出门去寻马快手 要邀她同去 谁知转了几圈 不曾寻到 只得独自出城 来到官船前问一个管家道 这船可是钦差黄玉使黄老爷的吗 管家不打反问道 你是何人 有何话说 苏衍道 我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 事关重大 要献老爷 还请速速通报 见他语气不容置疑 那管家便转身走了进去 须鱼又走了出来 将他带到中堂 早有一人等在那里 苏衍跪拜道 老爷可是黄某某 某宫吗 那人自然便是黄玉使 听来人说出自己明晦 心里诧异 于是将他扶起来问道 正是本官 你是何人 苏衍道 请老爷凭退随从 小人又要是禀报 黄玉使迟一片刻 一言将家人赤退 左右环顾了一眼 确认无旁人后 苏衍才从怀中取出一件东西双手奉上道 这可是老爷的吗 黄玉使接过一看大喜道 你从何处取得此物 苏衍不敢隐瞒 遂将来龙去脉祥细讲了一遍 原来是位义士 男的 男的 黄玉使忙请他坐下 闲谈的两句 呼听外面有下人报道 马快手到了 黄玉使只得收好文书 让人请他进来 马快手大步而至 见苏衍和黄玉使坐住谈话 不解其顾 苏衍起身相迎道 马大爷为何到此 我为皇宫的事连日奔走 终于访得一些踪迹 特来报之 马快手转头给黄玉使行礼后 继续说道 在下今早路过金竹寺 立在墙下歇脚 却不料从墙洞中扯出半张破纸 定睛一看 赫然是半截封条 上书钦诧黄玉使几个字 料想是老爷之物 特来求老爷认一认 黄玉使看后喜道 这封条的却是本崖的 可见苏衍是不欺我也 马快手听得云里雾里 忙询问缘故 黄玉使将事情始末说了一遍 听得马快手又惊又喜 当即就要让苏衍做眼 做眼线 做捕贼道的向导 拿人 苏衍以江湖中人自居 不肯做不义之事 遂推辞道 我冒险前来 只为皇宫一家性命 若要在下做眼拿人 恕我不能从命 话未说完 马快手打断他道 苏兄弟此言差矣 那伙人与你可不同 全都是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的江阳大道 俗话说 纵一恶则害百善 此事苏兄弟推辞不得 苏衍低头 想了一会儿道 马大爷说的也是 只是如此一来 我偷到知识便掩盖不住 在下触犯国法 即便受刑也不畏过 只是我老母亲 却无人照料 这该如何是好 黄玉使道 无妨 我修书一封 许你将功折罪 你带去交给县令 他自然不会责罚你 说完便提笔写了书信 又取出二十两银子赏给他 当日马快手便同苏衍带助人 来到金竹寺 将里面的和尚全部拿住 众秃头还想抵赖 怎奈有苏衍这个证人 将他们的勾当一一说破 最后只得招任 又供出各大道的姓名住址 马快手带人四处缉拿 不出数日 此案犯人全部捉拿归案 马快手因破此案立了大功 被升任做了捕头 苏衍因有黄玉使的书信 自然免于责罚 只是知县却将他叫到跟前 告诫他以后不许再作案 从县衙出来 苏衍一步一挪往家走 行至太平桥 却见一个白发老者 搂住个浑身湿透的少女 放生痛哭 苏衍忙上前询问 那老者哭诉道 老汉姓唐 只生的这个女儿 前日他母亲亡故 因无钱料理后事 遂向梦园外借了十两银子 原本说好一年未期 谁知那梦园外偶然献住小女 便硬要娶她未妾 成日来催逼 小女不肯 竟欲投水自尽 幸好老汉发现得早 这才将她救起 十两银子便要一条人命 苏衍心中策然 好生不忍 于是从怀中掏出那封赏银 从中取出十两地给老者道 老人家不必烦恼 我这有十两银子赠你 可拿去了结这笔债务 若是那梦园外还敢纠缠 你就和她说云中宴不日定会上门拜访 唐家妇女连忙双双跪下拜谢 苏衍忙将他们扶起 又劝慰了机具 方才告辞而去 回家献了母亲 说了这几日的经历 听得老人家一会惊一会喜 拉住她细细打量 见儿子除了胡子长了点 其他没时抹两样 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四日苏衍没有出门 在家陪住母亲 母子俩刚吃过午饭 却见那唐老汉领住女儿来拜谢 见苏衍还是光棍一条 便要将女儿许她 以报救济之恩 谁知苏衍却死活不肯 推辞道 在下伸出援手 实在是连你妇女二人落难 出自一片之城 定非有所图谋 今日若是应了这门亲事 岂不成了有心而畏了 这番理由倒也是实话 不过当中还有一层 苏衍却不便说出来 她见那唐家女子生得非常娇艳 而自己除了偷盗 没个正经事做 如今之县又当面告诫 以后还不知道以何未生 正所谓 两袖清风 怎感悟家人 故此 无论唐老汉如何劝说 母亲也跟着在一旁附和 她却固执己见 死活不肯应承 谁知那唐家女儿也是个有性子的人 在一旁突然开口道 我嫁不嫁是我的事 恩人娶不娶是你的事 总之大恩不可不报 从今以后 老夫人便是奴家的婆婆 改日少不得要来服事 自此以后 隔个三五几日便上门来 帮助将葬衣服收来洗了 又陪住和室说话 到了饭点 便自顾自跑到厨房忙活 到真像苏家媳妇儿一般 弄得苏衍哭笑不得 过了一段时间 先前得的赏赢 已经花去不少 如今已所剩无几 苏衍内心胶着 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家门的荒 于是便出门闲走 在街上闲逛了半日 郑玉往回走 却迎面撞住 那算命先生张铁口 二人又到茶馆坐下 那张铁口打亮他一眼后 便惊诧道 恭喜 恭喜 老兄如今满面阴志文 想来是暗中 做了行善积德的好事 日后不但不会饿死 且还有诸多好处 近得也不远 最多明日即可应验 苏衍听得大喜 付了茶钱 回家便告诉了何事 母子俩虽不知好处从何而来 却也偷偷乐了一夜 到了次早 起床灌洗完毕 却听马快手在外扣门道 苏兄弟 快快开门 我有大好事找你 母子俩对视一眼 暗道 难道那张铁口说的是真的 开门迎了马快手进来 只见他一脸喜色道 恭喜苏兄弟 前日黄玉使又有书信传道 他在信中向知县大人举荐 说你为人积警 武艺高强 要他收你在衙门当差 知县大人同意了 因小的我们相熟 便差我来请你去报道 母子俩一听大喜 这座快手虽然辛苦些 但不管 怎么说是吃工价饭 也算是有个正经事了 当下苏衍谢过马快手 换了身整齐衣服 跟着他去县衙报道了 自此以后 苏衍成了宫门中人 每月都有凤吟 凤杨母亲自然不在话下 又见那唐家女儿初心不改 便找到唐老汉商量 择了吉日下了聘 定好了婚期 到了大喜之日 吹吹打打将其取进了门 婚后夫妻恩爱 一同服侍合适 乐得老太太成日和不拢嘴 倒是享了二十多年的轻浮 直到八十多岁才去世 故事未虚构 只为导人向善 配图来自网络 青山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